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快速開箱這一台聯想的M10 Plus 平板電腦 嘿嘿嘿 盒子也太難開了吧 這紙盒子是發生什麼事 OK 這就是我們的聯想M10 Plus 平板電腦 OK 那我們盒子裡面還有一些保證卡跟說明書 還有一根卡針是給你擴充SD卡用的 那盒子裡面還有一條USB Type-C的線 跟一個10W的充電器 OK 那我們的快速開箱落到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好好的使用一下這一台平板電腦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使用心得 跟這一台平板電腦的優缺點 那我用這個平板一陣子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優缺點 還有我自己的使用心得 那我第一個發現的就是 這一台平板有振動馬達耶 就是你平常手機才會有振動馬達 這台平板裡面也有 所以你在打字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有振動回饋 這台平板的螢幕我覺得還不錯 它是Full HD的 而且它的亮度還蠻...還蠻亮的啦 就是剛剛有陽光這樣灑進來 在陽光下面觀看也沒有什麼問題 就正常使用你會覺得很棒 那我覺得它Wi-Fi的部分還蠻快的 因為它有支援2.4G跟5G的Wi-Fi 那整個下載速度是爆快耶 它在設定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讓你客製化 像是... 它的操作手勢就有四種可以讓你選擇 就是你平常的3點、2點跟我們下面這樣滑上來的這種 它還有另外一種叫做工作模式 那點下去看起來就像是Windows 你下面會打開你所有的應用程式 那你就可以這樣簡單的來選擇 超讚 還有它的螢幕也可以讓你做色彩調整 你就有正常啊 還有明亮 明亮看起來就是比較鮮豔的顏色這樣子 然後下面這個還蠻酷 就是你可以隨便改變你螢幕顏色 你想要讓它變綠色一點 讓它變成粉紅色一點 讓它變紅色一點 都可以讓你自由選擇很神奇的功能 那這個杜比音效的軟體 它是直接內建在平板裡面 你沒有辦法停用 你也沒有辦法解除安裝 但是你就可以自由挑選你想要的音效呈現的效果 像是有自動啊 然後有電影、音樂 跟你自己手動去調整你的等化器 這台平板非常乾淨 它沒有安裝任何什麼聯想的APP 讓你無法解除安裝 或者是不能停用的軟體 全部都是我自己下載 然後都是Google原生的APP 超讚的 接下來講一下這台平板的致命傷 我覺得它的喇叭真的非常的爛 而且還蠻小聲的 我們來聽聽看到底多爛 就整個沙沙含糊不清 然後只有高頻 而且是非常尖銳 也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的高頻 然後低頻是完全消失 然後中頻也很高 就是整個一坨東西 然後聽不清楚它到底在幹什麼 這就是它的神奇的喇叭 然後它內建的杜比軟體完全沒有幫助 就你開自動啊電影或音樂差不了太多 而且聽起來還是一樣很糟糕 但是自訂的部分 你可以稍微拉一下EQ 把低音拉起來一點 把它變成更平整一點點 然後它的中頻啊跟高音我覺得非常刺耳 非常尖銳 我都把它拉低 那我們聽起來的聲音就會好很多 我們再聽一次看看 但是它的喇叭就是硬體限制 我們沒有辦法把一個不及格的喇叭 直接拉到100分 所以呢它這一台平板上面有一個耳機孔 那它的耳機孔就比它的喇叭好很多很多 底噪還蠻低廉 那它自己有內建有點像是低音增強嗎 就是它的音色聽起來就是低音比較飽滿的音色 那你的EQ一樣也可以用它的杜比音效去拉你自己喜歡的EQ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沒有辦法自動切換說你插上耳機是耳機的EQ 然後喇叭是喇叭的EQ 它兩個是合起來的 所以你喇叭把低音增強 你耳機戴上去就會低音爆滿 就沒有辦法分開調整啦 那最後一個也是它的致命傷 就是它的效能我覺得不是很好 很慢啦 就如果你玩一些比較大的遊戲 根本玩不了 像是real racing 整個是大概10fps而已 整個超卡 然後你如果玩比較熱門的 像是call of duty射擊遊戲 你畫質直接開到最低 它還是會卡頓 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你如果只是要看看YouTube啦 那還OK 滑個網頁 OK 看個email也還OK 但是你要開始玩一些認真的遊戲的話 這個平板就會開始解體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它的相機的部分 那它的相機呢我覺得就是普通 它也不算太爛 就普通啦 然後它的照片呢 只能拍攝JPEG 那後面這一顆鏡頭是800萬 800萬像素 那自拍鏡頭是500萬像素 那我覺得 怎麼自拍鏡頭拍起來還比較好 它的顏色的還原啊 跟它整體的效果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它的這個800萬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它的邊緣會有一點綠綠的暗角 很神奇 那我們來看一下影片的部分 影片的部分我覺得它的影像品質都還OK 但是它的銳利度加強加太多了 不管是主鏡頭或者是自拍鏡頭都一樣 那看起來就是一個超級浮誇的銳利度 加到一個100的概念 超級銳利的影像 看起來就很不自然 那這個就是我們如果要線上會議啊 直播啊 自拍影片的話 SHOWING的效果 你們覺得怎麼樣咧 最後呢我覺得這台平板非常適合 像是你只是想滑個網頁 看個影片 那這台平板很適合 因為它的螢幕又大又漂亮 所以還蠻讚的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它的喇叭品質 有點糟糕 那你可能要接耳機啊 或者是藍牙耳機 才會讓你聽起來比較開心一點 那你如果要玩遊戲的話 你就去尋找其他平板吧 OK 走我們今天的Lenovo M10 Plus 平板開箱跟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我的名字是KaiYuan 我會見到你下次見 拜拜 拜拜